你们是说话就很搞人心态你知道吗 不是我说话怎么搞人心态 我就说你们不听我指挥 停停停停停停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 主播联赛的吵架真是源源不断 似乎每支队伍都有各自的问题 魏央的失局A战队因为有三个打野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上的时候队友配合不好 导致大家都有情绪 超萌和韩寒都有点不想打了 最终的首发也没有定下来 我一来你就说你不会玩游戏 那他们我听到我也不舒服啊兄弟 我他们一来就被阴阳关系 然后呢兄弟 然后他们要 然后军队操作又这样兄弟 然后我只说了一句不会听指挥 他妈就这样 然后你叫我怎么玩 啊我他妈一进来我就听了 他来了 我不会玩了呀兄弟 那我怎么想啊 哥们超模你说 两个人是不是操作都变形了 那你压力完之后 打根 那我说的话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失控刃他妈就是菜呀兄弟 他妈拿出来这么多吧 啊你失控刃手练度够吗兄弟 牛不跟你打 你退训练 行吗 不要不要不要 我这没必要打了兄弟 你他妈这操作变形了 自己失控了怪谁呀 我直接退嘛 我也可以不打 我本来就可以不打呀 吕多华本来还在自己直播间欧比威央队吵架 但等到自己队伍打完训练赛时也出现了问题 他们打托米的小马队 前下认为北北不敢开团 被对面的海诺打了57%的输出 完全无法接受 海诺没大招你们就不敢动他手吗 海诺没大招直接开他呀 好几个在你脸上打他送啊 我开他的呀没人敢打他呀 你放屁 他在脸上装什么 他给你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在你脸上装 你打了57%的伤害真的逆天了 孩子 当晚你去打 你颠覆赛都打不了57%的伤害 此前德华战队0比5 输给陈下九折的九训战队 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比较多 但是陈下复盘时选手们也总是嘴硬 等到晚上 德华战队的训练赛效果依旧不太好 复盘时甚至爆星星和云书都哭了 有问题我可以认 但是没必要说 你可以去看一下录像 基本上没把出了 原来是辅助的问题 我真的 我不太想打了 你们换一个了 别说这种话 欣欣 而且你只要尽力了就行了 就像我今天拿老虎那把 我说可以先开龙 但是没有人回馈我 然后这一把的时候进篮 我说我不想进篮 然后又说非要进篮 然后又变成我没有判断能力了 那我到底应该是怎么去打呢 作为队长的吕德华也一直在劝姐 总算是稳住了队员们的心态 大家都一样 咱们能更好呢 咱们就尽量做到更好 如果不能更好呢 你已经尽力了 做到问心无愧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我是这么想的 总体来看 这次老王杯 很多战队都吵得很凶 选手和教练的理解也并不一样 后续更多的精彩内容 也可以去抹牙接着看 这下我明白了这么组队的意义 要不然哪有这么多的争执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